老闆手起刀落 忙着剁烤鸭 后方还有厨师炒鸭肉 店家生意不错 也疑似因为这样被盯上 接到恐吓电话 一个多月以前接到的 那当时我为了席四年人 我费了大概三千多块给他 结果他现在又打过来 同一支电话 同一个理由 说烤鸭里面有苍蝇 要给钱赔偿 否则就通报卫生局 曾受骗过的烤鸭店老闆 气得把这事po上网 发现桃园不少餐饮业都遇到了 气得他回拨电话要理论 打电话来说我菜鸭有苍蝇 没有啦 哈没有啊 苍蝇又飞走了是不是 对 我不是他本人买费 没有啊 要给你钱啊 你还给我买费 我是他哥哥 叫他出来我要给他钱啊 同一支0906的恐吓电话 不止桃园永安路老板接到 新永和市场摊商 4月29号也碰到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说到处说你的食物里面有苍蝇 又说是食物里面有苍蝇 这让很注重卫生还特别加装玻璃冷藏柜的市场摊贩 来说直觉有问题 这个我跟他说我要去调监视器去看是有没有这回事啊 然后他开始有点慌了 有时候开始有点讲不清 他到底是什么时间点来买 他就很慌 没有我可能打错了 我说你怎么可能打错了 虽然店家最后没有汇款 但桃园连续有餐饮业者接到同一支电话号码来电恐吓 都收拾餐点有苍蝇不给钱 就通报机查看准店家生意忙 不好查证又想息事宁人 一次3000元到底得手多少钱 下去警方尚未接获报案 三立选实名企来笔箱桃园报道